除了情子以外 我们要放下万缘 其实刚刚提的 观 一切都是原具原善 我们就不容易太强求 而且要懂得 随原妙用 我们今天学佛 可不能走两个极端 一个本来很执着 什么都要控制 一下子调到 什么都不管了 变得很无情了 这个都是过于不及 老法师讲的放下是放下什么 放下内心的执着 不是连工作都放下 不是连家人的责任都放下 所以应光祖师特别强调 敦伦敬分 其实就是很怕我们在家人一学 连本分都不敬来 这个给世间人看起来会很不认可 人家不敢学佛了 所以在家人这个法都要表好 世上可以做 心上不要控制占有 而且你世上表得好 你就会让很多人爱要佛法 这就是妙用 我组佛法家庭 让接触我的亲戚朋友 对佛法产生大欢喜 这个作用就殊胜了 我们常常说要借假修真 身体是假 你可不能听了之后糟蹋身体 甚至于身体是臭皮囊 不怎么洗澡 脑害众生 人家一接触 味道怪怪的 甚至于一接触 这个女众 头发剪得比男人还短 然后身上就穿着 我是修行人 那个衣服就是到寺院 才看得到那个衣服 然后在家族里面 他就鹤立鸡群 那个家族一聚会 哎哟 那个学佛的来了 然后清汤挂面 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学佛 学佛啊 要何光同成 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怪 但是呢 又觉得你很多地方让他感动 很多地方他想向你学习 向你请教 所以学佛啊 学佛啊不能着在像上 学佛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 比方 我学佛了 学传统话 可是我到学校去教书啊 我们的同事不见得有学佛啊 所以我从来不跟他们行九十度去公里了 我假如九十度啊 他铁定退好几步 你的行为要让人家能理解啊 所以佛法是念念要考虑到别人 这叫佛法 你不是坐在一个像上去 去落实佛法 你都要时时能感受到别人的 你的应对啊 就会让对方能接受 如暮春风 有时候人那个执着静起来 我举个例子 有个同修见到师长 他就跪下去拜了 师长说不拜不拜 然后讲完了师父就要回来做了 结果他扑通又要拜了 师父本来又坐了 又起来不拜不拜 然后呢师父又要坐了 他又扑通又要拜了 不拜 师父叫你不拜了 你要听话 不然师父很累了 好几回合啊 所以人那个执着静来的时候 他不能融到那个静里面去的 人一直坐起来 如露无人之静啊 考虑不到别人 好 那这个修佛真的不容易啊 我们一不警觉啊 哪个人 哪个事 哪个东西啊 都可以让我们变成执着点 大家有没有听老人家讲了一句教诲 听完之后开始担心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啊 听错了 老和尚讲法是为了让我们 放下分别之所 忧虑牵挂 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开始担心了 你理解错了 可是呢 我们没有察觉啊 这个担心就一直放在心上 所以连听法都有可能 听出执着来 所以这个时候善有为意就很重要了 当局者谜啊 旁观者清 依重靠重啊 在末法时期还是很重要 可是大家不要听我 说依重靠重啊 你今天回去就开始打电话了 找一堆人来共修 共修 这个太攀缘了 首先当然了 我们本来就很有福报了 我们雪梨静东学会已经成立啊 二十多年了吧 这很难得啊 昨天当我接近我们这个教室的时候 我的头皮就发麻了 因为这个教室 长期礼拜六礼拜天 都是念着万德鸿鸣 谜头啊 圣号啊 请问有没有磁场在啊 有啊 而且这样的因缘 是很难的 我们好好啊 扶持好 这一方的因缘 法缘 但道场啊 不是要多 我们以前在社会 也有一些习气 做大 做多 最重要要做精 做精才表得了法 想做大会碰碰碰 打肿脸冲胖子 会太去攀缘了 眼前成熟的缘 我们好好 互相互念 不去攀缘 好 那 我们刚刚提到的 戒甲修真 这个身体 是因缘和合 臭皮囊 臭皮囊 是叫我们别贪着 不是叫我们糟蹋 身体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死也 藉由这个身体 好好 精进修行 珍惜这个身体的缘分 同样的 我们遇到的家庭 因缘 就是一个 也是因缘 俱善 但是俱的时候 我们珍惜它 好好成就自己 互念家人 不然你说 看破了 这个世间 凡所有将 皆是虚妄 因缘 所生法 我说 皆是空 你都不用心 去净本分 要偏到另外一边去了 那 因缘 可以自立一立它 自觉决它 比方说 你当爸爸 当妈妈 你要会当 会修 你面对缘 父子是缘 朋友是缘 夫妻是缘 兄弟姐妹 都是缘 君臣关系 上下级关系 都是缘 你能不能在这个缘当中 提升自己 有利益 在这个缘当中的 每一个人 这叫菩萨道 自觉决它 儒家说的 明明得自立 亲民 利他 可是你当父母 你假如不会修 你越修 你就越有 控制的念头 会有 占有的念头 会更操心 你就不会修了 我在这个 因缘当中 虽然 因缘俱善 我是 爸爸的身份 妈妈的身份 可在我在这里练 我更不控制 更放得下 你回修了 像我父亲 我很敬佩 我父亲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读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毕业 我就做生意 过去生的习气很重 我回外婆家 人家这些表弟表妹 表姐表哥都是回去玩耍 我回去做生意 结果 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说 爸 我现在需要三十万 我给大家算一下 二十九年前 需要三十万 结果 你们面对境界很清楚 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 我也要清楚 赶快结尾 你看我被境界转了 然后我一说完 我说我需要三十万 我父亲说 你要做什么用 我说 爸 今天时间完了 我明天再跟你讲 挂了电话 隔天早上 我还在睡觉 电话响了 拿起来 我父亲说 三十万 我已经给你挥过去了 你要做什么 大家能理解我父亲的心吗 我爸爸的心够柔软吧 他怕什么 他怕 我觉得我不够信任他 不是 他怕 我觉得他不够信任我 他先把钱毁了 但是他尽他父亲的责任 他还是要了解清楚的 就是 他在父亲的缘当中 他知道他是缘 他不会主导我的人生 你一定要怎样 他是顺着这个缘 他完全支持你 他培养你 但是他不是说 你一定要成为 我想要的那个人 你让孩子都成为 你想要的 那变成 有点控制了 所以有一本书说 哇 这个父亲很会教 结果一教 三个都是 比方说 我们台湾最厉害的 台大医学系 你们的孩子 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很少啦 每个兄弟姐妹是姻缘 借由父母的姻缘来成为一家人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的 结果你培养成统统一个模子 那个我觉得不是会教 会教是什么 每一个孩子的特质 你都让他发挥出来 这叫会教 所以我父亲没有在 当父亲当中去控制要求 对 但是你们不要听错了 要体会我这个故事 你们不要太冲动 回去就给孩子会三十万过去 到时候我不要 我就阿弥陀佛了 你的孩子的状况 跟我这个客观是不一样的 你们看着办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听而无听叫真听 说而无说叫真说 今天时间